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烫伤、烫伤、环境污染、化学毒液 毒气,如化学废气、煤气、沼气、天然气等 毒物,如毒蛇、毒蜘蛛、虎头蜂、无松、毒蝎、毒蚊等各类毒虫及有毒植物及各类细菌、病毒等等 上述各种伤身致病之源或可直接造成体伤或会使热能更加不足影响体伤 仅而产生症状 顾需尽量避免 好 这里已经讲了 我们一定要避开伤身致病之源 那当然去山上你就要知道不要去捅蜂窝 要不然被钉得满头包可能命都丢了 或是有一些杂草就要知道毒物、毒蛇之类的 避免这些当然要有所防备 那平常就像现在大家在流传 不要说我是学原始点 所以我什么都不怕 然后这里都感染源在了 你也去跟人家凑热闹 这个不是叫懂原始点 原始点看人家在打架就赶快躲圆眼的 不要被人家揍一拳 对吧 然后看到人家在生病了你还去凑一脚 不用 我们怎么样保持距离 这个才是智慧 不是说学了原始点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感冒了 也没有戴口罩然后就去 这个不是原始点 这绝对是不了解原始点 原始点一定要避避怎么样 避恶延 就是断恶修散 你自己还没有修成的时候 遇到坏朋友你尽量不要交 你尽量交好朋友嘛 对不对 那你交了坏朋友 你被他感染了 被他同游合污了 你自己也受伤害嘛 所以我们对于恶延采取的态度是怎么样 避开他 那这个避开就是西医现在在讲的 可能要隔离 可能要戴口罩 那也是隔离的一种 然后手要擦酒精 种种 病毒可不可以用酒精来杀 这个问题我是分体外跟体内 我认为体外 我同意西医讲 他怎么喷 怎么把环境搞好 这OK 但体内 酒精能不能杀病毒 开玩笑 你别以为外面可以杀 然后也把酒精拿来 所以报纸也有在写 然后有人开始喝酒 以为就可以了 你们有没有听过 真的 有听过啊 我就是听了 那不是很荒谬吗 外面环境你怎么样搞都可以 但是我们体内是有恒温的你知道 比如说我们那个体温 都差不多35度到36度之间 假设 那你不管喝冷水进去 你出来小便的时候 那小便是几度 也是温的 你不管是喝冰的还是热的 到最后出来都是温的 身体会自己去怎么样 去调控 那你喝太多的冷水 你当然就要消耗热能了 那酒精是很寒的 你要去杀毒 我看你那个热能都已经消耗 不要说杀它 自己可能就把自己身体搞坏了 所以那个根本是不可行的 那所以我们面对这些 包括什么毒物啊 这些外来 还有毒气啊 然后也有 那催泪弹啊 什么弹有没有 听说各种弹都齐发了 然后很多人都受不了 甚至有些就中毒了 我们这里也有 以前也有一个被催泪弹 伤到的案例有没有 那个肿起来连都肿 那好 这些伤身致病之炎 如果你没有避开 那你就准备ISO吧 所以我们不是说学了原始点 我们不怕 我们不怕是 我们不怕它产生症状 因为我们有方法 但对于这些外延的毒 我们还是敬畏的啦 不要说不怕 看到病人 我们稍微保持一点距离 要不然发给他口罩 这个可以 了解吗 但也不要表现得好像 人家也没有什么症状 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什么 开始一直调查 了解吗 他如果表现得 就好像健康的 然后他也没有特别 你可以问一下 最近有没有感冒 因为大家都很紧张 我问一下可以 但不要问得 让人家一开始就感觉 好像很恐怖 你也正在害怕 这一种东西 倒也不必 我这样讲你们理解 所以对于伤身治病之业 我们一定要避开 好 那接下来就是 万一避不开呢 有没有可能 有啊 再怎么防 该来的还是要来 该还的还是要还 那我们来看下面 如果得到会怎么样 若已造成伤害 则处理方法都是一样的 必须按推 与热源兼顾 其中较危急者 如烫伤 食物中毒 化学毒液 毒气 毒木 及特殊细菌 病毒等锁伤 则会立即造成体伤 而产生症状 此时身体 为修复体伤 热能会瞬间大量消耗 严重者可危及生命 处理此类疾症 因善用医疗保健支援 亦即通过外内热源 配合按推患处 及其他保健方法 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以达到保命 及自愈患处体伤 所致之症状为主 通过按推原始痛点 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以达到快速解除 他处体伤 所致之病症为辅 为此两者 皆应以患者 能承受为疑 我们对于外来的 这里举了很多 包括细菌病毒 还有毒物所伤 比如说 被虎头疯遮伤 舌毒咬伤 类似这样 那我们的处理方式 第一个 最重要是怎么样 保命 保命 那保命重点在哪里 重用内外热源 增强体力 来改善热能不足 这个是最重要的 然后能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它就可以达到什么 自愈人力 然后命就可以保 因为你只要有体力 就死不了 这是最基本功 然后再来 还有症状 我们再来处理 他处体伤的症状 再配合我们刚刚讲 按推原始痛点 那这样症也可以解决 病症也可以解决 然后命又可以保住 那这样是最快速的 那至于中医呢 中医有没有办法解决 我认为有 要看他们开出什么方来 而不是说 一听到中医 就一定能或不能 那这样回答是太粗糙了 也就是中医因为有一个怎么样 他们体质有分寒热 他们有可能 哎呀 认为那个是热毒啊 所以要早期 我看报纸还有说 要用双黄年是吗 那个很寒的药 他们也在买 然后听说 只要有人弹出来 哇 他们都抢购一空了 最后也买不到了 哇 特别有销入 但就是姜还有 就奇怪了 没有人喊姜 他们只要喊什么 就买什么 现在那口罩就更不用讲了 那中医最近听说 我因为西医处理效果 真的很不好 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了 大陆虽然说扶植中医 但对于这种面对大型的 这种病毒感染的问题 其实他们的主导部队是谁 绝对是西医啊 中医进不进 所以我看他们 还有中医在请愿种种 然后发表说 哎呀 西医如果不行 让我们中医试试看嘛 我们是多爱国 多爱乡 多爱民 然后你们不让我试 这些人一个一个死 他们也蛮难过 讲得正正有词 但是他们真的 是不是能够政策 完全改观 我认为目前还没有 他们传的视频说 中医的效果也不错 那我看这些效果不错的 最后讲法跟我们怎么样 只要效果好的 讲法都跟我们这一篇有关 我讲白的 真的 他们也讲姜 他们现在也有人在讲姜了 而且是由他们中医 那些人在讲 不是我说的 我看那些视频 也有谈姜 然后也有说要温热 这些概念他们也慢慢有 所以我一直觉得 现在我们原始点是怎么样 好像在民间一直在铺开 但是医学界好像不理我们 不是 他们是偷偷用我们 但不敢讲 他们用原始点 然后用得很高兴 然后最后讲的 跟我们好像很一致 但这个我在十年前 我都讲了 我不是现在才讲姜的 十年前我就讲姜了 那他们用我也很高兴 所以你只要看它有效的 一定都是内外热源 那如果中药有效的 一定都是温热性中药 不可能含良药 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现在很明显嘛 那最后 谁是最后的 那个 当然原始点 说实在 因为现在还小到 你看西医 西医没有药 我等一下马上说西医 为什么没有药 就到了 那中医有 为什么不让中医 这个就是人为的 我还是认为人为 那原始点那么好 为什么不用 也是人为的啦 把我们卡住了 因为西医现在是主导前 求援兼裁判 那一点办法也没有 他说了算 好 那我们来看 为什么西医 我说他不能的理由 我们来看下一段 此外 西医认为 医器检查出来的病毒 是导致流感的原因 而需治疗 但病毒属源 既非疾病之因 体伤及热能不足 所以不会直接导致流感 若将其当成疾病之因 就会犯下气阴谈原 而说原生过的过失 也非疾病本身 症的不适感 功能紊乱 及体力虚弱 与壮的组织受损 故病毒不可作为 医疗治病的对象 再说 只要体伤及热能不足 得以改善 身体就可自我疗愈 流感之症状 可见从因治病 根本不必细究体内 有无病毒 举一反三 其余较危急 之伤身治病之源 亦应做如是观 我举三个说法 来反驳西医 西医说 病毒是造成流感的原因 所以要被治疗 所以他们现在发明的药 包括疫苗 是针对什么来的 不是针对症状 是针对什么 病毒 那病毒要不要治疗 很明显嘛 它既非疾病之因 也不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你为什么要杀病毒呢 因为如果症状是 由病毒引起的 那你杀病毒有道理 但问题 病毒不是啊 它是炎啊 现在这个病毒有几种讨论 从外传入体内 我们称为炎 那如果它不是从体外传到体内的话 它如果是仪器检查出来的 那个称为什么 称为果 反仪器检查出来的 所有一切都是怎么样 果而非因 因为因是不可能用仪器怎么样 检查出来 这个在论疾病与衰老都有讲 那所以为什么肿瘤 这个不是外来传染的 所以我们称为异常形态 但病毒它是怎么样 它在外面 因为它感染了之后 然后为什么会传染 空气中就是有病毒 然后他们也去检查 你看报纸 说门把 然后竟然也可以发现出病毒来 有没有 那代表什么 病毒在空气中有 那空气中 它感染到人体 所以它是由外进来的 所以我们称它为什么 盐而非果 那如果它没有传染力 然后只是体内的 那这个叫做什么 果 那我们来看蛇毒 蛇毒 它是不是身体自己本来就有的 身体本来有蛇毒吗 没有 那它是怎么样 被蛇咬了 所以它也是由外进入到体内 所以它是属于盐还是属于果 盐 只要从外进入到体内 我们是这样来界定 所以我们说病毒属盐 而非疾病之因 也非疾病本身 这一句是这样来的 这样大家理解了吧 所以它竟然不是疾病之因 那你说它一开始就设定 病毒会导致流感 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那就是代表病毒就是因 那这样的说法就犯了一条什么 叫做气阴谈盐 而说盐生果 这是一个盐 怎么会导致一个果 它忽略了身体 所以为什么有人 也感染了那么病毒 但他有没有症状 没有 所以西医现在就迷惑在这里 为什么有些人有症状会传染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为什么有些人没有症状 也会传染 所以他认为这样就恐怖 那在我们看法 本来就不一定有症状嘛 一定要看每个人的体质嘛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你正气足 则邪不可干嘛 大家都在一起 那大家都讲话来讲话去 结果有些人有症状 有些人怎么样 即便你喷病毒给他了 他也没事 了解我的意思吗 因为他没有体伤 也没有热能不足啊 所以你给他 他不会有事的 他也不会有症状 那如果你本来就有体伤 那他会进去的时候 会消耗你的热能 那体伤就会加重 而产生症状 所以我每一次的感冒 不管什么病毒来 自己感觉 我都是喉咙先痛 还有再来就是鼻咽这里 很不舒服 然后再来就是头部 好像发烧 都是这样 每一次几乎没有例外 那为什么会这样 你们看我的白头发就知道 我哪里有体伤 我头就有体伤了嘛 所以每一次一来 我这里就先受伤害 然后再严重一点 喉咙一直痒就开始咳了 才慢慢到这里来 是这样 所以我很清楚 没有体伤你怎么可能有症状 是不可能有的 所以这个就是感染了 有人有症状 有人没有症状 但只要病毒在空气传染 这个就有可能染病 那怎么会说没有症状 就疏于那个了 所以他们一定要看症状 那个是不准的 因为流感不等同于症状 流感本来就不是阴 疾病真正的阴 还是要有怎么样 炎要影响到阴 阴要有体伤跟热能不足 才会导致症状 这个再清楚不过了 所以这也就是西医 现在在谈的 我认为这个都已经 整个的阴眼果是搞不清楚的 好 那如果他说疾病之音 会犯了刚刚一个错 那如果说 他是不是疾病本身也不是 因为他是不是症 如果疾病就是症跟状 像他讲的流感会有什么 上呼吸道 喉咙痛 什么咳嗽 流鼻涕发烧 呼吸困难 好 简单的讲 这个就是症状 那病毒本身有没有症状 没有 刚刚已经讲 既不是症 也不是状 所以它不可以作为怎么样 治疗对象 医疗的治病对象 因为医疗就是要治病嘛 不是治病毒嘛 然后他们现在是 西医自己反而怎么样 把病毒当作治疗的对象 然后去杀死病毒 然后来解决你的症状 它方向是怎么样 从这一句话来看 完全颠倒 重点就在下面这一句话 他认为病毒会造成流感 然后才要治疗 但是第一个 它会不会造成流感 导致流感 不会 因为它不是阴 它会影响阴 然后再由阴 来导致这个流感 然后有了流感 是不是处理症状的时候 西医不是直接处理症状 它是怎么样 先杀病毒 但是他们没有药 所以他们自己就承认了 我没有药 但是我们正在研发 疫苗来抗病毒 还是病毒嘛 他们讲来讲去 还是在针对病毒 所以这一点是有问题的 然后这早期我就讲过 就像你一个人地震了 这个污渍整个被摇晃 很多都掉落了 那污渍很乱了 你接下来 你要处理地震 还是要处理地震的后遗症 当然是地震的后遗症 哪有说我要治疗地震 地震早就没有了 它进去体内 你即便检查出来 那也不是症状的原因了 因为它已经发作之后 消耗你的热能 还有体伤之后 它那个病毒即便再检验出来 也不再发生作用了 了解我的意思 因为地震已经过了 就像我早期也在举例 我说就像海啸 海啸来 整个浪很高 然后把人卷走了 也有人这样受伤了 甚至死亡的 然后整个屋子 什么都 车子什么都被破坏了 那之后 这些受伤的人 这些死的人 还有满目疮痍的 是要处理这些 还是在处理海啸本身 要不要处理海啸 好就早就过了 那个即便有海啸 还有一些飘来飘去 你也不用去管它了 真正要处理的是 它的后遗症 那也就是 这些病毒进来 我们的身体 把我们的身体搞坏了之后 把因破坏了 然后产生症状了之后 我们真正要处理的是什么 很明显嘛 就是症状 哪有再去搞病毒 这完全是逻辑不通的 你被炸弹炸了 然后很多碎片伤在身体 你要不要去处理那一颗炸弹 已经爆裂的炸弹 那个已经爆裂了 你管它干嘛 你要处理的是身体的怎么样 受伤的部位啊 这个是道理我在想 这么清楚 但西医就会搞什么 搞到你病了 不搞你的病 我还是搞什么 病毒 你就知道这个医学 讲来有多荒谬 你知道吗 所以我下一句 继续就这个议题 再说一次 你看 再说 你们念一下 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 所以你只要体伤跟热能不足 你修复好了 你症状就可以修复了 它病毒即使在 有没有关系 没有啊 我问过西医的朋友 早期我就有写一篇 细菌与病毒 我问过 如果它症状好了 是不是它的病毒就不见 西医说不 你症状好了 有时候还是可以检验出 你的病毒来 那就代表 症状跟病毒不相关联的 它绝对不是因嘛 对 然后再来 我们要解决的 如果刚刚我的比喻 就是解决 那个病毒进来 造成我们的破坏 我们的症状是要解决 要不然你症状不解决 会死人的啊 为什么 我刚刚已经讲了 到了乏力 你咳嗽气喘什么 呼吸困难 这个都还不至于死人 到了乏力 热能严重消耗的时候 会不会挂掉 就有可能 这时候就会挂掉 那西医还是不知道 还要处理病毒 那病毒的药全部含量 那就死人了 死在这里 那所以我们这里 特别再强调一次 要处理的对象 是病毒 还是我们的疾病之音 疾病之音 再一次的强调 那跟病毒进来 根本连一点处理的概念 都不要有 所以这一点 我们跟西医 有没有很大的差异 你们听完就知道 这才是根本的差异 那哪一个对哪一个错 再清楚不过了 所以我一直很感觉 很奇怪的就是 西医怎么会有 这样的理论 然后一直追着病毒不放 然后病毒 他们本身又说 每一次来的都不一样 然后每一次都要 死了很多人 他们才能研究疫苗 那疫苗又不能解决病毒 是要防治而已 这是西医讲的 然后到没有的时候 又来骗各位 说那有人用那个疫苗 真的有人好了 你们相信这种话吗 我相信没有学原始点 还是会相信他们 他们现在讲什么 他们都没有人会质疑的 但很明显 这个理都再清楚不过 那也就是简单的讲 我们抛开病毒不谈 那我们说舌毒咬伤 只要咬进来 要不要打血清 已经咬下去了 它就会再伤害你的体伤 跟热能不足 对不对 然后让你为了修复体伤 热能会严重消耗 严重会危及生命 对不对 前面都讲了 我们也讲过了 它是有危险性 但处理的方式是 处理那个毒 还是处理你的体伤 跟热能不足 很明显嘛 那个道理都完全一模一样 毒已经进来 已经造成了 然后你再检验出 那个是什么毒 那也是过去的事 就像海啸 就像地震 早已经过去了 但是破坏已经形成 你现在要收拾残局的 是这个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现在再来看这一段 你再来反思 那个毒物怎么处理 虎头风怎么处理 完全是清楚 因为里都是一套的嘛 舌肚咬了 先怎么处理 先绑腿 是吗 不要让它流到心脏 是吗 吸掉 好 吸有没有用 我跟各位讲 没用啦 你进去之后 只要被咬到血管去了 你再怎么吸都没有用 它已经被带走了 也就该怎么样 它会慢慢发作啦 你以为你吸出来了 别想太多啦 你们都已经被吸误导 因为你在吸的那一个念头 我敢保证 你还是在怎么样 舌毒 那我说只要进来体内的话 你就不要考虑什么 这一句话就是有 根本不必细旧 体内有无病毒 把那个病拿掉 根本不就细旧 体内有无毒 根本毒不毒 已经跟我们怎么样 无关啦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不是去吸它 也不是绑它 然后要做什么 赶快热源 对 你要不然要保命 你是要增强体质 来对抗这些消耗热能 而不是再去吸几口 能够减轻 没有这样啦 那你有种就把它割掉吧 对不对 马上咬马上割掉 那有效 对不对 它还来不及流的时候 你已经把它斩除了 那就我破坏最小 来得到全身 那就是吸一的方法 那是激烈的方法 但是我看你们胆子那么小 也做不出这种大事来 是吧 你们会这样吗 不可能嘛 所以要不要吸 你们觉得呢 不要啦 就像病毒已经进来了 你在说 你赶快多咳几咳痰 出来看看能不能 把病毒咳出来 没有意义了啦 那个都已经被吸的概念怎么样 洗脑了 简单讲 所以这里它其实谈的是已经 很广泛的喔 我只是现在刚好利用这个病毒 把它一次讲清楚 那你看 催泪蛋 催泪蛋一进来你已经吸到了 你要不要说 哎呀 赶快去灌水清肠 要不要 有没有用 没有用啊 你灌水也是灌冰冷的 刚好冰敷 情况更严重 它进去了之后 毒素一进去了 它已经造成伤害了 马上就造成了 了解吗 你洗也洗不出来了 它会随着我们的组织器官运作 然后随着血液循环 到处都是啦 你现在唯一要解决的就是 哪里有体伤 赶快解决 把它揉开 哪里有热能不足 我们赶快补充 这样才是保命解症 最有效的方法 而不是在管理体内 有什么毒了 什么毒都没有关系了 那也就是你们以后 吃生鱼片 然后食物中毒 你们是要去化验 食物是什么毒 然后再来找解毒药吗 要不要这样 不要 所以回过头来 那舌毒咬到 要不要打血清 道理就清楚了 你打到已经有症状了 你要解决的是症状 而非舌毒啊 这个大家脑袋都不清楚 然后打了血清 有时候会症状更严重耶 是西医说会好 那是他们宣传的 你如果学原始点 如果连这个常识都不知道 还被骗了 那真的是学傻了 你们会不会被骗 会 你很老实 白布蛇就很剧毒 马上会症状 对 对 一样嘛 剧毒它就是为什么 消耗严重热能 它破坏力特别强 这时候就是 赶快要热能来补充了 那一定要补 如果不补 真的会挂掉 那你不是再去找血清来打 那个打了也不能解毒了 在我看法 因为已经造成了 体伤跟热能不足 血清它打下去 会不会修复我们的体伤 补充我们的热能 重点在这里 如果不能 然后它又是寒凉 又在消耗热能 那我看死得更快 我不是故意批评 这个道理绝对都是这样 你们现在看 这一次的感染 死了那么多 是谁造成的 很显然嘛 显然是治疗的问题 不是病毒有多强 在我看法 那病毒也只不过 普通的病毒而已 他们把它讨论得太那个 但是它这个病毒 如果有的特色是 要我们警戒的就是 它传染力很强 很快 这个我们要敬畏它 但是只要进来 我们是不担心的 我们知道该怎么样治疗 我们绝对不会 很傻到去处理病毒 那等人都挂掉了 病毒死了又怎么样 对吧 好 所以这里已经把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说清楚了 好 我们再来把最后一段也念完 二 医疗保健之源 医疗保健之源 可再细分为医疗之源 如正确按推原始痛点 及保健之源 如善用热源 正确按推换处 适当运动与休息 正确观念 良好心态等 此处善缘必须在生活中一一落实 如此才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无病 可预防疾病 延缓衰老 增长寿命 有病 不仅可疏愈疾病 还可使患者转危为安 我们看上一段 这里特别讲出一个什么 正确观念 就是也暗指了 很多道的这些毒来 大家观念就不清楚 然后很怕毒 好像毒是很恐怖 一定要找解毒药 天底下没有解毒药 所以外面常常你们在看 很多群组都在乱传 什么吃香蕉配柿子会中毒 有没有 或是吃螃蟹配柿子会中毒 有没有 常常三不五十就会传那个 哪有一种跟加一种就是毒 了解吗 没有这种东西的 那都是在谈成分 会造成毒的 就是真的进去马上伤到 如果香蕉它有毒 那吃了就会 如果它没事 那你柿子再吃也没事 那这两种再加起来一起吃 也不会有事的 但是奇怪很多人就是喜欢传那些 有的没有的 我常常三不五十好像每一年都会看到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我不知道 所以这里都已经把它讲清楚 其实它这里要解决的不是 只有病毒蛇毒什么 为什么早期我一直在找案例 现在那些案例都已经有了 我现在都根本都不再看案例 现在就是把道理再说清楚 这样讲清楚了之后 大家对病毒是不是完全清楚了 这是刚好因为这个病毒来 要不然我好久没有讲续境病毒了 因为每次谈到言我就怎么样 带过去 然后也因为这一次的病毒 我特别写出上面西医的问题 然后把它完全确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